大家好,这里是穷涉及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也提到香港,中环,将军澳,吃辣椒与西九龙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名 但如果回到一百多年前,这些地方可能还只是一片大海 整个香港山多平地少,可发展的土地相当有限 因此早在开户后不久就开展填海工程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与先后多次的移民潮 香港人口持续增加,现已大幅超过土地所能负荷的程度 即使进行了多次填海工程,住宅人工不应求 当前的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有鉴于人口压力与土地需求实在太庞大 香港政府推动了明日大雨的计划 打算在香港岛与大雨山中间的水域 一口气造出几个人工岛 借此新建数十万套住宅单位,缓解市民的居住压力 虽然填海在香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明日大雨计划一公布后立刻引起极大的争议 本期影片就要来和大家探讨 为什么明日大雨会让香港民间舆论哗然 香港全境可以分为三大地区 香港岛、九龙半岛与新界 这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清朝陆续把香港岛与九龙各让给英国 而新界则是英国向清朝租界的土地 三地当时合成英属香港 其中新界包括了与九龙半岛接壤的内陆部分 更以大雨山为主的200多个里岛 而本期影片的主角明日大雨 预计执行大规模填海造陆的地点 就在大雨山与香港岛中间的海域上 2018年 时任香港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 在市政报告中首度提出明日大雨愿景 当时计划斥资约5000亿港元 填出总面积约1700公顷的数个人工岛 并在当地建设多条新道路与铁路 将其与香港其他地区连接起来 该处海域当前已存在交易州、州公岛 以及喜林州等几个小岛 首阶段的工程将会在交易州附近展开 争取在2025年动工 预计会先填出1000公顷的人造岛 第一阶段建造的人工岛屿 预计可新建26万到40万个住宅单位 可以容纳70万至111万人口 其中7层将用于公营房屋 渴望舒缓香港住房严重不足的问题 根据政府计划 所阶段的住宅单位 最快在2032年就能入住 林郑认为 填海建成的交易州人工岛 地理位置十分接近中环 可以打造成香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 也能让联通香港东西南北的道路网路更加完善 然而明日大鱼计划公布以后 立刻引发争议 正反意见两极 支持者认为 这是项绝佳的投资 毕竟填海是增加土地面积最直接的方法 并能让香港获得更好的发展袭击 但也有不少反对者走上街头 抗议填海造路根本就是大撒币政策 他们主张 当前的香港 还有更多更有效率的方式 可以释出土地用于发展 根本无需花上这么高昂的代价 在反对者眼中 香港虽然长期被称为地侠人酬的弹丸之地 但其实人有许多土地被闲置不用 根据港府资料 整个香港行政区的陆地面积 约有1108平方公里 其中有4成依法未受保护的公园 而不得开发 只有25%的土地已经获得发展 加总之下我们会发现 当前的香港 约有35%的土地 并未受法规限制而不得开发 但目前人闲置不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我们提过 香港分为香港岛 九龙与新界三大地域 其中新界占了香港将近9成的总陆地面积 但居住的人口仅占不到6成 我们可以发现 当前新界的土地利用状况 其实并不与香港岛与九龙一样完全释放 而这背后的原因 要从香港独特的殖民历史说起 当初的英国是透过条约 获得清朝割让香港岛与九龙 虽然这些地方原先有居民居住 但英国在经由割让取得土地以后 当场将土地全数充公 民众与商人只得向英国政府 租借土地的使用权 因此九龙与香港岛的土地产权争议相对较少 然而新界的状况却完全不同 在建立香港殖民地的整整56年以后 英国才和清朝签约租借新界 整个租约为期99年 有鉴于香港岛与九龙的惨案 新界居民当时发动抗争 避免自己的土地遭到充公 加上割让与租借的本质不同 港英政府最终妥协 承认新界居民的土地所有权 并派人丈量新界所有土地 凡有居民占用就以集体关系人籍 作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凭证 这已埋下新界地权争议复杂的原因 正因如此 港英政府最初的主要都市计划 都只在香港岛与九龙进行 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 到了1970年代 港府也不得不大举发展新界 开拓新市政 为了得到新界原居民的支持 港英政府当时推出了一项让利策略 正是人们熟悉的丁屋政策 规定香港新界原居民的男性后人 每人一生可申请一次 在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三层 每层楼地板面积不超过700平方匙的丁屋 最重要的是 当地居民建造丁屋 不需要被政府课征补地价 这个过渡性的政策 在后来新界地价迅速升值以后 衍生了庞大的商机 不少开发商与民众专政策漏洞 催生了非法的丁权买卖 许多土地就这样绕过政府的都市计划 成为人们新建低密度豪宅的载体 除了丁屋占据新界大片土地 当地还有高达1579公顷的棕地 当地人口中的棕地一般指的是位于新界的农地或香蕉土地 这些土地大多是私人拥有 且多数早已不做农地之用 目前新界的棕地多数被改建为仓库 停车场、货柜场与回收场等营业场所 由于当初复杂的集体关系 加上1980年代的先例判决 导致新界闲置农地的挪用行为有了合法的依据 港媒估计 目前新界有将近三成的棕地 具有发展成民居的潜力 但由于这些棕地产权复杂 地段破碎至今仍无法完善利用 总结以上观点我们不难明白 明日大雨反对方最主要的论点 就在于当前的香港 明明存在许多现有土地可以开发 港府不愿意费心力去解决丁屋政策与种地问题 却只想透过成本极高的填海造路来暴力破解 根本是好大喜功的撒币政策 数据显示 明日大雨计划首次问世时 整体的成本预估为5000亿港元 但港府在2019年第一次公布官方估算时 预算标高到6,240亿港元 使其成为香港史上最贵的基础建设 要知道香港2122财政年度的总开支 也才7,278亿港元 反对者认为 明日大雨计划根本是在掏空互防 针对反对方的论点 政府派支持者则主张 明日大雨的人工岛建成以后 可以透过卖地带来惊人的收益 光是卖地就可以赚回所有的投资成本 部分学者估算 该计划光是卖地的总收入 就可以达到8,400亿港元 新政府的媒体更强调 土地作为香港最宝贵的资产 港府绝对可以透过卖地回收填海的成本 而港府公布的数字也显示 人工岛卖地收入最少也在7,800亿港元 有官员更强调 这是非常保守的估算 至于民间对于发展种地的诉求 港府表示 回收种地每平方尺的成本 大约是1,300港元 而填海的成本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字 加上种地分布零散 乃有整体性规划 在同样的开发成本之下 还不如直接拿来建造不受地形限制的人工岛 对此 反对派又做出了回击 认为港府高估了香港土地需求与后市价值 官方数据显示 香港人口 未来很可能在一段平缓的增长后 很快达到峰值 接着就出现相对陡峭的下滑曲线 并不断下降 而在明日大雨全数完工时 香港的人口可能已经开始走向萎缩 如果纯粹考虑到本地人口居住需求上的供需角度 香港政府可能对后续填海卖地的价值估算过度乐观 对于以上论点 支持方则打出风险牌 认为任何长期建设政策本就有其风险 而当前香港土地不够用的情况 正是源自过去的政策过度保守带来的恶果 受到独特的历史脉络与先天限制影响 香港现在地下人酬的状况 无论官民都希望解决 香港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2022年9月表示 未来五年将会全力推进明日大雨计划 可见港府势在必行的决心 最终成效如何 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只能留给时间来证明一切 好了 这集的穷涉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